大家上個會議剛剛結束了 還是請校長先講幾句話 然後待會校長 麥教授 還有各位先進 度院士 還有很多的好朋友 我就不一一差明 因為節省時間 我想學校在 幾年之前成立的 國際漢學講座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學校 非常的認同 國際漢學這個領域 在政大的定位 政大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社會科學為主的大學 應該承擔起國際漢學的 這個學術發展的角色 所以在幾年前 在很多的學長姐的資助之下 還有校友的資助之下 我們成立的國際漢學講座 舉辦到現在已經是第三屆了 前幾年因為疫情的關係 有很多講座 沒有辦法實地到學校來舉辦 很高興現在疫情慢慢的鬆綁了 我們有機會邀請到許多知名的國際漢學的學者到學校來 我想它的目的不外乎是希望在學校裡面可以凝聚大家對於國際漢學的重視 以及它為了發展可以引引我們更多了解國際上 讓國際漢學的發展的趨勢以及目前的成果 讓學校裡面的國際漢學的研究可以更進一步的成長 今天非常非常高興可以請到建條大學的麥大維教授 麥教授 待會我想楊主任會做進一步的介紹 他的研究我想大家其實都非常清楚 就是包含他的門生金庸大俠 他都是在麥教授的指導之下完成學位 那麥教授的學術其實我在最近的幾個參會裡面 也聽這個台大陳若水陳院長 特別因為他也跟麥教授曾經有過一起合作過 他一直在稱許麥教授的國際漢學的這種功力 真的他也非常的佩服 所以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邀請到麥教授跟我們做專題講座 我個人代表學校要表示十分高的謝意 那也希望說麥教授未來有機會 這次只有給一次演講給一個演講 有機會的話將來有機會再回到學校來 給我們更多的指導 那再次代表學校謝謝麥教授 謝謝 校長請留步 我們要頒發聘書給麥教授 麥教授 OK 那下一個還有禮物要 好 我們謝謝校長跟麥教授 好 那接下來為我做個簡單的開場 那陳若校長剛剛所介紹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麥大偉教授是國際知名的漢學家 那他常年任教於劍橋大學 那麼也是英國學科院院 他本身的專精是在唐代文化史跟文明史方面 特別從思想制度 宗教文學等方面來著手 那你可以看到他今天帶給我們題目就是關於文明方面的作品 那剛剛校長也特別提到了 也許他可能大家也許更好奇的是他也是金庸先生的指導教授 那我們也了解到那個麥大偉教授早年曾經來台灣學習過中文 那他特別對台灣的學術界非常能促進我們台灣跟英國之間的學術交流 也曾經安排蔡英文總統在當選總統之前在金庸大學演講過 那我們事實上是在兩年前就開始聯絡這個麥大偉教授 請他來擔任我們的這個名譽講座教授 不過大家都知道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他的行程一再延宕 那所幸我們現在在疫情趨返了之後呢 我們能夠順利的邀請他過來 那我們日前也曾經聯絡我們本校中文系的唐詩方面的專家 廖東亞教授跟他進行一些交流 那教授今天也在場也非常感謝他的參與 那此外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委員周俊吉董事長他的協助 因為他跟麥教授算是舊事 那在我們整個溝通聯絡過程中他幫很大的忙 那今天的演講呢 我們麥教授他會以中英文夾雜的方式 他覺得這樣會夾雜比較 那我們又把他的摘要呢印出來 還有他的大綱都印出來 所以大家應該可以follow 那另外考慮麥教授他的體力複合 特別是台北這個禮拜的特別失能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編程上不會開放Q&A 因為一方面我們這個還有一位學生記者 他在會後要採訪那個麥教授一對一的採訪 所以我們不要讓他負擔太大 那當然如果您還想進一步跟他有交流 也許可以在他辦公室跟他進一步之後跟他交流 een 請我們說句話中英文 去可訟聆個教授 jest真的採訪 我們今天來找個兩次的訪問 其實 我們曾經給你指導 兩年前 但 unfortunately因為疫情 所以為了發生你家找到今天 我們很高興你帶來的航程 很高興你從從金康 阿 cardiac 而阿神給你 顯示說 你有很多厅力 在這次訪問 我確實實在有盡量的考慮 你的講法 你訪問這次訪問 我們的明白 的心情 和在他的祈禱 興和彼此 As well as you are in struggle with that part. So without any further de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let's welcome PROFESSOR McMullen from Kemperlis. 好,我再 再開始 我今天啊 到政治大學來 給這個羅德論室長去講座 覺得非常高興 對我來講 今天到台灣來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很大的榮幸 這六十年以來 台灣對我是非常重要 我今天特别要感谢李小角跟杨柱文照顾我 照着这么好 这么真正谢谢 我希望你可以允许我简单的自己介绍一下 用一个小故事 我记得很清楚 我第一次来台湾 就是60年里 我是在坐盘船机香港 在松山机场落地 就是一个大防大雨 刚刚过去以后 台湾台北是非常潮湿 我首先我住了国际学舍 然后我搬到罗斯福路四段 我住了一个三轮车府的家 他们很好 然后搬到一个建国南路的一个日本式的房子 然后到泰神街42号之一 在重庆南路 我是白天到台大中文区旁听讲座 晚上在师范大学的对面 是上了国语教学中心 那么过了一个学年以后 我赶快要离开 有一位小姐跟我讲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的同学党几句话 我跟他说我的国语实在不行 我没有资格给大家讲 那么他坚持了 所以我问他 我怎么样会说我的国语不行 他说你应该这么讲 请大家原谅我的 结结巴巴 词不达一的国语 这八个字 结结巴巴 词不达一 说我永远记得 不会忘掉 那么过了六十年以后 我今天要重复这八个字 结结巴巴 词不达一 因为我的国语实在是退步了 大概是年龄的文化 年龄我不能控制 就是说现在很容易忘掉 我刚刚说的话 甚至于我讲得不够清楚 请大家原谅 所以我今天试图分析 都夫的心理 有的地方我请原谅 我使用英语讲 不过我希望这个handout 可以给大家帮助我的 那么有很多人想知道 我怎么样会对中国语言 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 中国文学发生的兴趣 我是在二战前世 出生在伦敦 就是1939年 我父亲那一带 一共有可能有14个人 做了军官参加了这个二战 大概有四个人 在东亚战争 看过了战争 只有一位是居士了 逃走新加坡的日本的监牢 在盐子里 其他的都活下去 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的家庭的背景 那么到了这个七世纪 五十年代的末年 年轻的男孩子 从18到19岁 必须服23个月的兵役 我的运气非常好 因为那个时候 这个英国荒诈空军选择了 已经考上了大学的年轻人 学习十个月的基本的国语 然后派他们到香港来 监听广州附近的这个 广播的这个signals 所以我们是在 从1958到59年 是在香港工作 监听了五线舰 我们的课本 学习国语 是美国空军用的课本 这是用这个赵阳人的国律罗马字 是比较旧式的 大概是第四课 里边有一首唐诗 这个绝句 谁都会背 就是这个 长全明月光 一世纪想说 举头望明月 举头想故乡 那么训练美国的驾驶员 为什么要他们背 唐诗 这个是一个矛盾 我们的老师 为什么有这个 他们是这么说 这是因为 教学人万一出事 或者是江州纪 或者是洪杀纪 在中国大陆内出事 大学人出来 周围都是解放军用墙 如果这个教学人 会背礼拜的诗 他们可能不放墙 让他复活 所以我们也 我们英国的 也是会背 就是 就是 重全明月光 那么 我觉得这个 编辑这个课本 是选择 选择 选择不太恰当 因为我 我觉得这个 我杜甫是 更恰当 名气文章 著官民 老兵修 飘飘 何首寺 天地 一勺偶 这个是比较恰当 他们没有选 他们这个 可能不知道 那么 服完了病疫以后 我回到建筹去了 我在香港的经验 使我转 有一个新的规划 在教学 不念 我本来预计念的 古代地中海的文化 希腊文跟拉丁文 我申请了转气 念汉学 他们认我 这样做 那么我们 我们那个时候 本课是非常注意 这个古代汉语 我记得很 我们第一次上课 是孟子 孟子 见杨徽王 王源 收不远 天也来 将有力无国户 我一直到现在 不会忘 然后 他们没有选 唐诗 不过 他们选的是 这个 古诗诗旧首 还有 古乐福 还有这个 特别重要 如果 以前 研究 陆福 是 这个 曹元明 曹元明 是 三六五到四二七年 是一个 军察到 留宋的 时代的 一个伟大的诗人 在中国文学史上 是中国诗歌上 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人物 那么他 迎向到 八十级的 文学界 从皇帝以下 一直到 秦王 到 到 到这个 到这个 申请 这个 军事 考上 左官的人 陶元明 是很大的印象 而且 他是一个 前缘诗人 他注重 做农 种菜 种到 南楼天 成空 出血之 凌落 从草木 所以这个 我们念本科 是学陶元明 那么 我毕业以后 因为 唐代历史 教得非常好 加拿大人 普利本 他是一个 很好的学者 他分析 这个 原料 这个 文基 常会药 赐福元归 通点 新旧堂书 他很好 他认我 念这个 博士学位 他替我 选择了一个题目 是这个 八十级中业的 文学批评室 政治思想 就是所谓 古文运动的 这个 起点 那么 我是把这个 八十级 这个中业 来做我的 特殊的领域 一直到现在 是最喜欢 研究这个 这个时间 那么 慢慢地 对 都福 发生了 兴趣 这十年以来 对 都福 发生了 兴趣 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概是 不只是因为 他的诗歌 这么多 一千四百五十首 这么多 比礼拜 多 比高师 陈生 王位 多 不过他的 心理 是非常复杂 他是内自行 他是内向的 常常跟他 自己谈话 常常 敲诵 自己 常常 讽刺 自己 常常 分析 他的动机 分析 他的态度 所以 他的性格是 一个 即使现代的人 是觉得是 不一定 特别容易 完全了解 所以我觉得 是个很好的 一个人 专门研究 这十年以来 我是专门研究度 非常 我觉得是一个 一个荣幸 我喜欢这个人 他复杂 有精力 自我平平的感 是非常有意思 那么 我一共 我想 觉得 提到 我已经出版了 可能五六篇文章 一个是 关于杜甫 一个是关于杜甫 对这个 上林院的态度 上林院就是 皇帝的 这个 花园 跟倒地的地方 是在长安的 宫廷的后边 杜甫 对这个是 有一个典型的态度 他把 里面的植物 里面的水果 里面的花 来到象征 用他们批评中央中 即使皇帝 怎么样控制天下 比方说这个橘子 杜甫是在南方的时候 是在长江的这个 葵州 是种 他自己种的橘子 他说他们是 巨大 有甜 非常好吃 他把他们跟 蓬莱贡 在长安 在皇帝住的地方的 橘子 做一个比较 为什么这个蓬莱贡的橘子 是有病 也不好吃 酸小 我们才说 他们那边 沿着长江橘子 咸 大 好吃 这个是之后 中央政府失败了 中央政府 就是 安努山 以后就是 760年到 765年左右 中央政府 失了权力 不能控制天下 政府是用这个 橘子来 叫一个象征 加以批评 也有这个 立志 立志 谁都知道 是跟杨贵妃有关 对付是评价 这个立志 是一个大的设设品 朝廷不应该 浪费钱 浪费精力 来把这个立志 拿到长安 让这个贵妃吃 所以这个 还有这个 朱英 也 都付也用了 这个朱英 来批评皇帝 因为朱英 是在种庙 里边 一个一个 每年的春天 次元贡献 他说 我这里在 在奎州的住院 是比首都的 好好吃 想借用 讽刺感 杜福用了来 用了这个 项银院 来批评 皇帝的政策 对于 哈佛大学 学报出版 然后另外有 这个杜福 对这个 太守跟刺实的态度 因为他离开 长安以后 经过了 这个 建格导师船区 他常常跟 刺实 跟太守 有了来往 他怎么样 他的关系 跟他们是怎么样 因为杜福 那个时候 没有 不做官 他虽然叫做杜石仪 那个时候 没有什么 严重的负责 但是 不过他 常常跟 所有的太守 是有了来往 我分析这个 他动机在哪里 他为什么这样做 还有我分析了 杜福 跟李唐宗师的关系 怎么样 李唐宗师在 玄宗在明皇 开元天宝时代 玄宗一共有 三十个儿子 三十一个女儿 所为亲王 是有很特殊的 privileges 我是分析这个 杜福师跟 让皇帝 就是玄宗的 哥哥的儿子 做了朋友 给他写 给 鲁阳王晋 就是让皇帝 一线大的儿子 写了是 他的有名的 银重八贤歌 包括 包括这个 鲁阳王晋 还有另外一个 亲王 杜福 做了朋友 比较真正的朋友 就是 汉宗王 李玉 他是 在长安 安石乱以前 已经跟他的 杜福 已经给他写了 干野树 要他帮忙 给他找一个 合适的职位 不过以后 在四川 杜福继续 跟李玉 汉宗王 做朋友 交换 师哥 也是批评 他们一起 讨论 这个文学 师哥 这个是一篇文章 还有 杜福 最后的 朋友 是在 唐州 就是 长安 二者 长沙 跟一位 孙患 交了朋友 这个孙患 是一个地藏观 不过杜福 好像是 比较孤独 碰见他 觉得他的 诗歌 非常好 非常有意思 称赞了 他的说 他的诗歌 说他 比得上 贱南时代 就是 后汉时代 最好的诗歌 这个 不过以后 这个 可能一年以后 这个 苏焕这个人 经过来 林南 到 林南 到那里去 造反了 造反 是被杀的 谁都觉得 他是一个 坏人 一个盼望者 犯罪 犯罪 长朝 不过杜福 是跟他 做了朋友 所以有人 批评杜福 说他不能 选择他的朋友 又不只是 他这个 俗患 另外还有 别的 像必要 一个学具 一个 有不少的 是跟 暗时 暗路上 合作了 杜福 很愿意 跟他 这些人 继续做朋友 所以有人 批评杜福 说他 不能 评价人 不能了解 他们的 实在的 态度的地方 所以我 已经 对 这个 杜福 我觉得杜福 是有个 了不起的社交 他很愿意 跟很多 不同的人 交朋友 包括 农人 包括 所谓 野人 野人送 主音 野人送 卦 这些 受的 题目 表示他愿意 跟很多 不同的人 包括这个 亲王 皇帝的 侦儿 到农民 到普通 到他的 他的公友 做朋友 交换 这个 最后呢 我 我刚刚出版了 一篇文章 是关于 这个 杜福 对 前汉 后汉 这个 帝国的 态度 因为 如果 看杜福 他们是 充满了 典故 典故 是 各种各样 不过 很多 是关于 这个 如果是这样 政治 是关于 这个 汉代 前汉 后汉 他 比方说 他特别 对这个 后汉 中性 这个 光无地 富人 汉朝 继续 从前汉 到 王汉 到 后汉 杜福 常常 提到 这个 中性 原因是 因为 他希望 唐苏宗 也可以 有一个 中性 因为 安如山 打破了 长安 洛阳 杜福 希望 可以恢复 原来的 这个 风雨 跟文故的 皇帝国 都付很多 不同的地方 提到 前汉 后汉 人的名字 他很熟悉 前汉 后汉 书 还很熟悉 这个 汉大的乐福 跟汉大的 古诗 五眼诗 这个书 我的同事 陆维一 是专门研究汉 汉大 刚刚过了 一百岁 所以我提早 写这篇文章 庆祝他 他一百岁 他是一个 专门 他常常来台湾 他的主要工作 是在这里做的 所谓 局员汉奸 是他研究的 这里 一位老干 有名的学者 跟他说 那么 所以我已经 这十年以来 专门研究 杜福 已经出版 五六篇文章 不过现在 我要多多分析 另外一个题目 就是杜福的心态 心理 不过首先我要 讲几句话 关于这个 汉大 这个说的 你希望找到 都有这个 这个是我 这个是杜福 骑着一路 这时候偶然在 一倍 发现的 在买的 从美国的西安 离建造非常远 就买的 那么 这里有 我以下 引用了几句话 就是杜福的 名句 杜福的 谁都知道的 这个名句 杜福是非常反对 暴力 非常 随便他 他年轻的时候 说他是 有这个 书箭 书记跟箭 都会 也会 射箭 但是他自己 非常害怕 暴力 所以我 他 按时论 以前 公开的 反对 所谓武功 这个皇帝 对武功 有心 他害怕 从明皇 然后浪费 浪费时间 浪费资源 来 边上以外 有 military campaign 所以杀人 已有限 列国自 有权 够能 致 清零 期待 都杀伤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 而且 有人说 杜福 随万是 1300年 以前 出生 但是他还有 力量 给我们 今天 资讯 我希望 特别是 自己 普通 可以看这句话 因为是 而且是 非常值得 我们想到 那么 重量 有 黎明 谈戏 长内日 这个是 表示 杜福 对老百姓的情况 特别关心 这个原因 是很复杂的 非常有意思 大概 因为他很少 公开的提到佛教 但是他的 养他的 他的母亲 是他年轻 就是早死了 不过有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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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所谓 常常所谓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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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 在家 菩萨 独行佛教 他养的都 可能 因为 这个 对父 重庆 老百姓的 辛苦的生活 因为 佛教是 禁止 杀人 是自身 自身的一个宗教 都夫 有几个地方 间接地提到佛教 不过 而且 很可能 他是 信这个 这个 常宗 顿悟的 那种佛教 这个 晚年的时候 在 窥州的时候 有一句话 可以 可以 这个是 可能 我想 大概 可以 把这一点 弄清楚 不过 杜夫是 同情 老百姓的 辛苦的生活 新结婚的人 分开 老年人 救到他们的男儿 税 过多 拿税 中央政府 拿税 过多 这一类的 他的三离三别 是按照 他在 华州的时候 写的 是非常有名的 而绝对有名的 不过 我渐渐 不分析 那么 最后 是 这个 《七路三十载 律师精华车》 这个是 我用这个 就是 提醒大家 这个 杜夫是 从他 从九世纪 从原真 白主义的朋友 写他的母子名 以后 是非常 这个学姐 是非常注重他 他的 赏本 他的诸本 特别多 这个 《七路三十载》 有人说 这个是不对 不会 应该是 十三 十三载 有名的 哈佛大学的 宏业教授 写了他的传记 他说 也是不对 应该是 三载 三鱼载 这样 我觉得 这个 杜夫的诗歌 是这个 text 不稳定 有的时候 有译文 重要的译文 所以这个 学界 把杜夫学 当作一个 自己的 一个领域 我有很多 很多的 Secondary Scholarship 学者研究 我是晚年才对 杜夫有了兴趣 所以没有 不可能 把东亚 杜夫领域 这个领域 这么多的 Secondary Scholarship 从日本到 从朝鲜 中国到 特别 从台湾 有 优秀的学者 研究 我没有办法 赶上他 我自己的意见 是我 一般是念 英国 英国 学者 特别是美国的 韩佛大学 欧文 弘雅 弘雅 教授 的 这个 传记 我的运气 非常好 我去世纪 六十年代 在 韩佛大学 留学了 两年 也 去了 请教 弘雅 他对我非常客气 给我写了一个 我的书房的一个名字 用了自己毛笔 我还在家里有 所以这个领域学 也有一个学报 在中国大陆上 我没看 叫做 叫做 杜甫学 是不是 我也没有看 不过 我的意见是 我自己念他的本文 跟念这个重要的书记 像关于他 干耶稣 像这个 都夫的 儒家四神 像他在 奎州的诗歌 是这样得到了我自己的意见 那么 现在要转到英语 讲一下这个 这个汉道 我希望你们有机会看这个 这个汉道 我在每一部分的前面 写了一个转落 要写这个内容 是什么 第一部分是关于他的 全部学习的一个特征 就是 running through all his verse there are certain themes so the first one is this the idea this idea 都夫 是超农事迹 风刺事迹 自我批评着 他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他用了很多名词 来称呼自己 这个是表示的 这个心理的复杂性 我写下来 我现在可以提一个例子 这个农业须之客 简叫感忘情 那是 那是 读书自己说 我是一个农人 我是 好像我应该跟农人学 什么用 什么时候种菜 什么时候 耕作 这样 另外 有一个 这里 清包 他说 他是一个清包潮室 清包潮室是一个 非常奇怪的一个 称为自己的一个方法 因为他并不是一个朝市 都夫并不是一个朝市 他没有加入这个朝廷的 这个朝廷是有限制 他很想朝这个门进去 跟这些伟大的诗人 一起参加这个大赛 跟皇帝一起服侍 他的这个 引证 发现歌 是我们知道 他的这些人的名字 他很想加入这个朝廷的 不过我看这个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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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湿是一个矛盾的 轻泡按照这个词电池 普通的比较穷的人穿的衣服 一个潮湿不会穿这个 所以就是都府自己批评自己 孝子有很多类似的位置 那么这个清津周困彌徒 白马将军我点了 都府承认他没有权益 他没有地位 他虽然很想加入上层的高官的卷子 他不能 那么第二段是 The second paragraph is about 白有千律 This is a theme that runs through 欧德夫's verse He's always worried about something 他常常担心 他常常闷闷不乐 他是一个真正的悲观者 他不能 他很少提到这个喜 高兴的 有的时候没有几次提到这个喜闻什么什么 他主要平常是闷闷不乐 有千百律千百尤千语 这个主题并不是他的 是从中国文学上 非常早已经出现了 这个毛诗 这个百尤是从毛诗的诗经拿来的 还有这个以后这个主词 也是注重把油 然后这个文算里边常常用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他担心的不只是他自己 也是他的家人 也是他的朋友 他很怕这个旅行的 主动的危险 他很怕这个 我觉得他不喜欢登高 他每次登高 他担心什么 他有这个 不过这个油 就是在他的拳击 在诗歌里边 非常非常常常看见的 那么 那么他的 his lifestyle 因为他 他年轻的时候 喜欢旅行 到这个开元 开元时代 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天下非常 就是开见的日 其实是开元天下的 这个藤代帝国 是非常稳固 非常丰富 他在旅行 他从江南去了 也很可能 有规划到日本去旅行 他看到这个民生古迹 写的诗 他们这些事 并没有安息之乱 以后这个危机感 他好像是 欣赏天南这个风景 这个古迹佛庙 他跟一个佛圣交流棚 这是他愉快的一个时期 不过到了天堡时代 他学了用四个方法 要找到一个 一个合适的精官 就是一个合适的职位 一个是这个进士 他参加了举进士 不敌落地 没有成功 这是735到736年 在洛阳 这个对了 这样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因子 那么 然后在74 78年 参加了一个治科 这是皇帝安排的一种考试 也没有成功 另外他写了很多干业书 来要求请求这个高官 帮他忙 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干业书 有一位刚刚不久出版的一本书 来分析这个干业书 干业书 礼拜跟都府写了很多 所以那么第四条路 他要得到一个合适的职位 是献书之路 就是献给皇帝 很长的诗 很长的诗 关于常态的大规模的礼节 因为那个时候 明皇对道教有了兴趣 都府写了这些诗 就是关于明皇的新的大的礼节 比大唐考院里晚一点的新的仪式 这也没有成功 所以有四条路 他没有成功 没有得到一个合适的职位 所以他的心态变了 他变成了很 他描述自己说 他是一个器物 器物就是一个放弃的 这是道德政治一个词 器物 他说我是一个器物 没有人要我 我非常寂寞 我很想离开首都 再做一个饮食 那么我提武针 所谓武针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道府说 我经过了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压迫压力 我很少要我围 我的真心 我的真正的武针 武针是两个字 我针武针 不容易完全了解 因为他用的不是那么长 那么常常用的 不过我觉得很有意思 因为这个是他的内心的矛盾 闷闷不乐的一个 所以最后我提到了 这级武针 是关于杜福的这个暴力的态度 我这个我现在不讲 因为学生的问题 不过我觉得这个杜福是一直反对暴力 不过他的态度变得 按照着以前 就是那个 我这个第一页写出来的前书上是反对 边塞之外的这个皇帝教武功的这个观念 按照着乱以后 杜福的对暴力 国家的军队 要反对这个 按照着 按路线 按情绪 十字明 十笑语 这些人 他赞成 他主张暴力 国内的暴力 他主张 他不喜欢这个换成 得到军队的控制 于超恩 这些人 他反对 他主张的是 好像是一种正常的暴力 是这样 所以他的态度变 他赞成的 特别赞成 李光碧 郭子一 还有他的 所谓他的朋友 阎武 阎武是一个 阎武跟杜福的关系 是很复杂 有很多人 包括 弘压教授 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朋友 不过 我有点怀疑 我觉得 杜福是比阎武 大 十四岁 而且 阎武非常骄傲 看不起别人 对 不尊敬他的人 非常不客气 他对这个 反观 反观是杜福特别 亲爱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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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武对他非常不客气 也杀了两个女孩子 也对杜福一个同事在资州 在四川杀了这个人 阎武杀了这个人 杜福一直跟他做密切的朋友 这非常难以解释 我不知道 我个人觉得是其中原因之一是阎武是反对这个土藩侵略 不只是观众 也是这个四川的北部 而且阎武成功地打破了这个土藩 谁都赞成 虽然这个人很残酷 很苦 但是因为他打破了这个土藩 包括重要的人物像 阎建青的一个木制民 很赞成阎武 所以这个杜福也很赞成 原因可能是比较复杂的 不一定是像红颜描述的那么纯粹 那么最后呢 这就是我快要结束这个句话 我最近研究是 杜福的自我意识 因为这些态度是 忆念不断的 它是在他的拳击 attitude to anxiety attitude toward freeing fear of violence 另外还有三个不同的传统 是常常在演变 是杜福自己分析 而且改变他的态度 这个是 一个是他对儒家的思想 一个是对做弄的传统 一个是他的诗歌 对诗歌 我简单的 I'll say very briefly 杜福是非常不满意 这个儒家退步 因为他的家谱 他的最有名的祖先 杜玉写了这个 是今朝的一个大学者 写了一个传记 一个左传著 一个primary commentary的左传 春初左传 杜玉的祖宗 是写了非常有名的 地位非常稳固的 一个commentary的左传 杜福是自己说 我是一个儒家 不过他回顾唐朝的历史 他认为唐太宗的时候 所有的宰相都是儒家 他们成功 他们的成绩非常大 他们唐太宗 真观之志 完全是由儒家成就的 到了他的祖父 吴哲天时代 杜福的祖父 杜玉也是的一个超市 一个真正的超市 他 吴哲天喜欢他 他是忠于 吴哲天 祖先迎请到了杜福 杜福很佩服他的祖父 不过从这个时候 特别是天保时期 特别是李林福 控制中央政府 这个儒家专门 失了他们的权力 失了他们的地位 杜福常常牢骚 说我们儒家 现在比不上 武士军队的人 跟武士圣文 像杜福的最重要的 十个的朋友 曾上礼拜高师 因为这个教教合适的官司 很不容易 在暗路上以前 做了所谓荣汉 荣是原王的荣 汉是汉林的汉 就是在元帅 大将军做了秘书 杜福原则上 不喜欢这种工作 不过最后因为他很穷 而且曾上跟高师 都给葛淑汉 跟奉长青的在西游 做了荣汉 杜福也申请 写了一个甘野书 所以他很害怕 这个武家这个自我仪式 是衰弱了 他担心这个 那么第二个 自我为农 做一个饮食 这个是比较复杂 我说的是陶阳明 谢灵云 竹林七贤 他影响到杜福的 隐士的观念 特别是陶阳明 不过杜福并不是一个 真正的隐士 他自己否认 我不是 他永远不会忘记 他希望回到长安去 找到一个中央政府 三层流布里边的 一个中书社员 一个秘书兰 这种官僚 这种谱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矛盾 在这四层里边 不过最后 对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 祝福对这个诗歌的态度 因为一般上层阶级的 长大的人都会写诗 都会都喜欢写诗 都喜欢喝酒 都喜欢一起喝酒 有精神的 还有这个 谁都知道 唐朝是乙诗 是这个进诗 有一部分是写诗 写误 不过杜福 这个commitment 也是比一般人 深入多了 他跟李白 特别是 可能王威 也是可能高水 不过杜福 是比他们 commitment to write poetry 是更深 更对他自己的内心 这是让自己的心理更重要 从他小的时候 从他气碎的时候 一直在晚 他不能不写诗 每天诗 包括这日常生活的细节 写诗 写诗 他接受了陶阳明的影响 不过把它扩大了 包括他日常生活 各种各样不同的细节 写进去 这个是对我们现在有的 他的诗集是很大的原因 我最后一段是写这个 对诗歌最重要 最有影响的这个名句 是有的是非常 文章签读是 得色存心之 这个是非常 读书破万传 下笔我留下 这种名句是 当他比较早的时候 已经说出来 那么到了他晚年 也是细节 他比方说在馈中 他有一个规划 下几个长江 经过这个三峡 到军中去 在那里跟他的老朋友 比方我提到的 李志帆正圣学剧 盟友军这些人 跟他们去面 讨论他的诗歌 他写这个非常有名的 去心把手也是在亏着写 他的规划是下这个墙 这样跟一些朋友 讨论这个伟大的作品 这样给他们解释 他的为什么 他觉得这个去心把手 是最假的作 最好的作 而且他自己也写了 很多诗来描写 他的喜欢 他的commitment providing poetry 是这样的 所以我 不过都不是基本上是一个悲观者 他不愿意说 他说我有个虚名 虚没有内容的虚名 我的成功是虚的 他说我没有成功 我的文章 就是那个文章 明期文章主 他失望了 而且他写的 晚宴的诗 是表达着这个古读水 我知道这个 妖教授跟我提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说 我虔诚地跟你讲 我们他讨论 你说这个都府的晚年的时候 常常用天地 天坤 成这种 这种expression 我觉得是 他自己觉得非常寂寞 非常isolate 他把这个世界观简单化了 只有我 只有我在这个宇宙 这个天地 以沙欧 所以这个是他最后悲观的一个触法 讲到这里就非常感谢 我们非常感谢麦代表教授的演讲 事前他跟我讲说他有些紧张 所以他希望中英文夹杂 结果好像被他骗了 他几乎全程都会用中文讲 而且我们想象他一开始很客气的说 他可能会词不达意 结结巴巴 如果我们想象一下 如果到八十几岁 能够用英文讲这么流利的话 那我们就非常万幸了 所以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他今天为我们带来这么多精彩的影响 特别带来很多他对杜甫师的解析 观传到杜甫师的很多面向 那同时最后也回答了这个廖老师一些问题 那最后我们这个中心 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 我们特别准备一个台湾式的手工笔 非常感谢 那上面的刻字 事实上是不是我们 我们第一届的名誉 叫做云英神 你能帮我们索敌一次 配置这个地方 让开来 这个是用很特别的木材 对对对 多数文 每个月我们多数文 看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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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再次感谢迈道尔教授 因为阿腾他就要回到办公室 去进行另一个一的导谈 那这位如果真的还会有兴趣 跟他说吃下题的话 可以待会再报告的等一下 那非常感谢今天各位的包围 特别这位校长 还有这个图证院士 还有两位我们的委员 都进行现场 非常感谢 那今天我们的演讲 都退出到这边 谢谢大家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那我们一起来合照一下 校长我们一起来 请不吝点赞 转发转发行